观世界 看中国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法国华人卫视 环宇天下 法国的新冠肺炎疫情改善的比较明显 住院患者已经减少到2000以下 医院压力缓解不少 这个星期 法国政府发布了一系列关于疫情的好消息 总理让卡斯泰宣布从周四开始 户外活动不再需要佩戴口罩 宵禁措施也从周日开始解除 但是他依然建议法国人在必要的时刻 尽可能保持卫生防护措施 法国总理让卡斯泰6月16号星期三下午离开部长理事会时说 健康状况的改善速度比我们预想的要快 鉴于目前的情况 政府决定调整某些卫生防护措施 他宣布从周四开始取消在户外佩戴口罩的规定 让卡斯泰依然建议法国人应该继续在拥挤的地方排队或市场上佩戴口罩 第二个重大公告 法国从去年10月开始实施的宵禁 在8个月之后终于要彻底取消这一措施了 让卡斯泰说 原计划在6月30号之前结束的宵禁措施将于周日停止 这笔计划提前了10天 但是对于医院会和体育赛事 限制性措施仍然有效 总理表示 自去年8月以来 从来没有想到病毒的传染率下降的这么快 每日感染病例已经低于5000的门槛 迄今为止没有任何省份出现令人担忧的情况 医院服务的压力大大降低 目前只有不到2000人在重症监护室住院 法国政府的目标是到8月份实现3500万民众完整接种疫苗 佩戴口罩的措施已经有所修改 宵禁也从下周开始不复存在 很多法国民众关心 夜店什么时候才能够重新开门呢 对此 法国卫生部长奥利维威兰在接受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表示说 夜店大约会在7月份可以重开 下周呢 一些专家会一起对目前的情况进行评估 届时将会讨论特殊健康通行证的更多细节 法国卫生部长奥利维威兰周四在BFM电视台上给出了夜店复苏的条件 夜店开门可能会被强制使用特殊健康通行证 很多民众关心针对新冠疫情的限制措施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卫生部长奥利维威兰周四上午宣布 7月 夜店将在特殊条件下重新开放 并提到了6月21号的会议将重点讨论具体的恢复日期 卫生部长详细介绍了医疗专业人士正在制定的一项健康协议 他们提到了特殊健康通行证的可能性 周三下午 法国总理让卡斯泰宣布户外可以不再戴口罩 周四上午 教育部长让米歇尔布朗凯表示 小学生 初中生和高中生可以在课间摘掉口罩 流星病学家阿尔诺周三在接受巴黎人报采访时表示 疫情的好转是非常明显的 新冠肺炎感染率的下降比预期的快 所以他认为 政府宣布减少健康限制并非不合逻辑 这位科学委员会成员回应道 呼吁加强疫苗接种 以避免戴了塔变异毒株的威胁 和9月可能出现的新一波疫情 就像医学专家说的 什么时候能够彻底解封 关键看疫苗接种工作的推进情况 从周二开始 12到17岁的青少年都可以接种疫苗 前一阶段 法国的疫苗接种工作进展得非常顺利 有六成的成年人已经注射了第一剂疫苗 高龄人口的疫苗注射率也是接近九成 法国离群体免疫又迈进了一步 从6月15号星期二开始 疫苗接种活动面向12至17岁的青少年开放 根据法国卫生总署的数据 迄今为止 58%的成年人已经接种了至少一剂新冠肺炎疫苗 这标志着疫苗接种运动进入了新阶段 为了在法国实现集体免疫 从6月15号星期二开始 12至17岁的青少年将能够接种辉瑞疫苗 根据法国卫生总署发布的消息 6月14号星期一 58%的成年人至少接种了一剂新冠疫苗 30%成年人已经完成了他们的疫苗接种 更具体的说 各个年龄组的第一剂疫苗接种覆盖率 已经达到了60%的伐值 根据法国公共卫生署的数据 作为疫苗接种的第一批受益者 大约83%的75岁以上的人在6月12号之前 至少接种了一次疫苗 对于70至74岁的年龄组 该比例为87% 在年轻人方面 18至24岁人群的第一剂疫苗接种率略高于30% 关于美国总统的欧洲之行 除了G7峰会之外 就是拜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会面 这次会面并不轻松 在见面之前 双方都通过媒体放话 要给对方画红线 拜登明确表示 普京是一个强大的对手 作为北约成员之一 他呼吁盟国能够团结起来 维护国际秩序 并督自俄罗斯 履行国际义务和责任 美国总统拜登将于周三 会见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 拜登称普京为一个强大的对手 周一 北约领导人在与乔拜登会面之前 向弗拉基米尔普京表明了他们的红线 美国总统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俄罗斯试图分裂我们 但我们的联盟很强大 北约团结了 美国回来了 峰会通过宣言反映了盟国的关切 俄罗斯问题 中国问题 太空和网络空间的新威胁 恐怖主义 独裁政权的崛起 45页的文字有79项内容 俄罗斯仍然是联盟的第一关注点 盟国警告说 除非俄罗斯表明他尊重国际法 并且履行其国际义务和责任 否则 北约盟国和俄罗斯不可能恢复正常 但北约保证仍然对定期举行实质性的对话持开放态度 乔拜登周三在日内瓦会见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 拜登的欧洲之行开始于英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 结束于北约峰会 以及与美国各机构主席的会晤 拜登已承诺告诉俄罗斯总统什么是红线 他警告俄罗斯 美国不是在寻求与俄罗斯的冲突 但如果俄罗斯继续其活动 美国会做出回应 拜登说 我认识普京 他很聪明 是一个强大的对手 这次的会面不会太轻松 节目最后 我们来看一组国际图片新闻 当地时间6月17号 土耳其科甲埃利省 潜水员在马尔玛拉海东端水下清理海鼻涕 在清理过程中 发现一艘沉年沉船上富满年绸雾 土耳其政府正在开展马尔玛拉海海鼻涕清理行动 土耳其环境和城市规划部长库鲁姆上周表示 清理行动在马尔玛拉海沿海7个省份展开 这是土耳其最大规模的海洋清理行动 土耳其官方称 希望在5年内将马尔玛拉海洋变成一个干净的海洋 当地时间2021年6月16号 在西班牙马达里的参议院 文在寅在发表重参两院联合演讲后 参观参议院图书馆 观看朝鲜王朝全图 据报道 清理行动发言人当天介绍说 文在寅总统观看古地图朝鲜王国全图时 发现能证明独岛 日本称主岛是韩国领土的珍贵史料 当地时间6月16号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民 在喷泉旁细水纳凉 加州南部本周迎来今年的首次高温天气 美国西部多地本周遭遇创激路高温 一些地区最高气温可能逼近50摄氏度 当地时间8月12号 日本爱原县伊方核电站 2021年6月17号消息 日本四国电力公司16号宣布 伊方核电站3号机组 定于10月12号重新启动 2020年1月 广岛最高法院曾因相关设施未完工 不符合新出台的核电站规定 而禁止该核电站运行 这一决定今年3月被取消 当地时间6月16号 加沙地区 当地巴勒斯坦民众向以色列南部发射带有燃烧装置的气球 总共引起了十几场大火 一些森林和农田被毁 目前没有人员伤亡 当地时间6月17号 黎巴嫩贝鲁特 近日在包括首都贝鲁特等多地的民众举行罢工示威活动 示威者阻断道路交通 抗疫经济持续恶化和汇率上涨 当地时间6月17号 德国埃斯佩尔坎普市 当地发生一起枪击案 以致一人死亡 一人受伤 当地时间6月18号 荷兰阿姆斯特丹 当地博物馆展出荷兰王室黄金马车 从1898年开始 这辆黄金马车陪伴荷兰王室出席了许多重要场合 每年9月的王子日 荷兰国家元首还会乘坐其前往议会发表国情资文 2015年 这辆宝金沧桑的御驾被送去维护 黄金马车此前被打上了种族主义美化殖民的标签 人们指责马车侧板的绘画中 印度裔和非洲裔向白人女性鞠躬跪拜的画面 是在暗示白人之上 当地时间6月16号 瑞士日内瓦 美俄首脑峰会举行 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晤 会晤持续了近两小时 当地时间6月16号 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安展示电子版新冠通行证 从7月1号开始 欧盟将正式启用新冠通行证 新冠通行证是指三种证书 即接种了欧盟认可的疫苗的接种证书 核酸检测阴性证书 感染新冠病毒后的康复证书 根据协议 健康通行证文件将包含二维码 证明其持有人已经接种过疫苗 或持有核酸检测或抗原检测的阴性证明 此二维码可生成电子版或纸质版两种形式 以上就是本期《环宇天下》的全部内容 更多资讯还可以登陆法国华人卫视网站 以及关注法国华人卫视的YouTube频道和Facebook主页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